開始 第四次 跳得越點,你不用緊張吧 你不用怕,你不用緊張手 下次不要這麼過分 什麼? 你吃餅?你不要那麼誇張吧 你地鐵吃東西都是吃餅而已 你不要在地鐵吃粥吃麵 我沒有地鐵吃東西 不行 放在這裡 很香 對不起 下次要吃 先試一下 下次這點很香 沒有 因為你喝多點臭味道我也不介意 試試試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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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開工了 各位先生小姐 鴨衣 這次派了統冊前最後一份筆記 差不多到這裡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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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攪拌前面 那些東西考 我告訴你很多東西考 那 教員佛北企都有賽 派去年的卷給你買一年 好了 沒問題是六頁先 好 沒問題 今天我們開始新 topic 雖然說是新 topic 但其實我告訴你很多東西都學過了 那 這次我們要教的就是這個計曲線底下的面積 你看到的態度都知道 那正常來說 好像營光幕那樣 給曲線給你計 底下的面積 你是不是要計 你讀書你不懂得計 有些曲線來過 不是梯形 不是長方形 我帶人你說有得計 那怎麼計 正常來說 不用兩分鐘就教完 那一個concept 就很取緻一下 首先 曲線底下的面積 即是你的筆記 沒有顏色 我營光幕就綠色那些面積 綠色那些面積 你會先計 你讀書 好了 但不會計 不要緊 看看數學家的面積 人家就說我你不會計 不要緊 我不妨切這個面積做什麼 先找個符號 叫AX 我 什麼樣子 你 你游下去 夠光嗎 不是 太光 太光 好了 這個面積叫AX 當然 為何關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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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有說 AX 有個曲線可能是這樣的 我最終是0 跟這個X 這個就叫AX 人家也不容易做一個符號 好了 但當然 你有個AX都不會計 是不是 好了看表演 然後人家就說 考慮多一點點 紅色的面積 當然 你在看表演 有橫色的 你自己有橫色 紅色的面積 知道不知長方形嗎 其實是一條線 正常一條線 你不是計不到面積 但別說 不如先當成長方形吧 行不行 我想問一下 行 我想問一下 那個長是多少 長是多少 算到的 那個長很明顯 跟那個什麼 做標示 跟Y做標示 而那個Y就是FX 所以如果你想計這個 有多長的話 很簡單 你只想計回那個Y就OK的 我再說一次 你根本這條 紅色長方形 那個長 那個長 就是跟那個Y似的 所以你知道Y 有多少是OK的 但當然 現在你不知道 不過不要緊 現在你不知道 但將來一定知道 因為將來你就會 送一個Y給你的 好了 我知不不不 不是吧 好了 但最誇張 最麻煩的 就是什麼 最誇張 我想問這個長方形 不知道這個長方形 寬的是多少 你們想多加多條線 這裡就是 零 或者不是零 是接近零 但是不等於零 明白這個concept嗎 我們玩過這個concept 什麼時候教過 是嗎 是 極太 玩Nimit 我們玩過了 再一次 我們不可以 就是說 原來這條concept 來的 如果我這個長方形 寬的太過 太過多的話 就好像這樣 明白嗎 如果有人的concept 如果我們 寬的太過寬的話 寬的太過寬 寬的太過寬 如果這個位 蝦蝦蝦蝦蝦蝦 這個長方形 已經凸出來了 這個論述是不准的 所以 它 量這個長方形 寬度 就是x 就是delta x 當然我這個delta x 很小 給你們看表演 我再一次 x和x加delta x 要相差 就是delta x 寬度是delta x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一個紅色的面積 就是fx成件 delta x fx就是y delta x 是寬度 長成寬度 這些東西 跟著不考的 我再一次 這個concept 你明白嗎 現在我們繼續 當delta x tend to zero 的時候 綠色的面積 加紅色的面積 就等於a x加delta x 好了 依舊也看不明白嗎 第一項 最關鍵的第一項 你看不明白嗎 看不明白嗎 看不明白 現在這個concept 就知道沒有反應 Ax 就是 這條曲線底下的面積 由0去到x fx成delta x 就是紅色這條線的面積 兩個面積加起來就等於 由0去到這個位 就是x加delta x的面積 所以 這條式就是這樣 當然就是那次 你聽到文就代表你厲害了 你聽到文就算了 因為這些我們是不考的 不過呢 為了說服你 原來 角線底下的面積有得計 所以才有這樣的步驟 其實算是這樣的 但是剛才看到 你說這條式有什麼用呢 別人會去發眼的 將我x調過去 然後脫掉x 這條式你有沒有覺得 似乎似乎似的感覺呢 拿筆記啊 先生 有沒有似乎似乎似的感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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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曾經學過的 你叫什麼 微婚經 這本定理 你記不記得啊 有什麼印象啊 記不記得啊 記不記得啊 PLK啊 這麼快不記得 不是吧 哇 兒子 好啦 沒有問題的話呢 其實幾時教 哎 幾時教呢 只不整天都是不變 那啊 再講一次啦 那這些東西呢 因為不考的關係呢 我相信你已經很 已經你都不記得的了 好了 但是呢我們曾經學過一件事的 就是這裏 在你本書第三課呢 或者我們LOOKS第三份 就學過一件事叫微婚基本原理 就是這條式啦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呢 那我們呢 其實如果去到大學 學微積軍呢 我們多數都要弄回一個 叫微婚基本定理啦 去玩很多遊戲的 包含這些這些東西啦 那當然啦 如果你M1 來講你就懂得用就可以了 不用懂得 怎樣砌一些東西出來的 好了 但當然啦 這一塊東西原來是單個DX似的 那我答案是 去到這個位 沒有的話啦 那我想算AX而已 那要反過來做些什麼 很簡單呢 就是 IN回 AX出來 Integration 那當然有Define Integral 那所以原來呢 Area呢 是可以用Integration計的 這個 就是啦 那就是 學完的啦 有沒有問題呢 那都是我一句啦 但第一版一些東西 做一次 去到考試不考的 7月不考的 那但是呢 去到大學啦 如果你想比較學這些的話呢 人家會更加教得更加嚴謹的 那 不過無論如何都 結果就是這樣啦 如果你想AX面積的話呢 做Define Integral就可以了 好 去到這兩大問題 你教完吧 成哥 下次 是啊 教完了 你誤送一下他們 好 有沒有問題 那我再說多一次 第一版的東西 只有一個G字而已 理論上 你可以不管了 好 沒問題 我一定真真地練習 那今天應該一個小時 應該都完蛋了 好 沒問題的話 再實戰多一次 如果我們想計曲線加的面積呢 我們已經用到 去積分的 用Integration 才可以計曲線加的面積 你用其他方法都不行的了 那當然啦 如果你計算Integration 計面積的話 最後是一個Lumper而已 面積是一個數字嘛 所以我們要做Define Limit 就是要有Upper Limit 和Lower Limit 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看一封圖 很簡單 Lower Limit就是 你由 開始那個地方 就叫Lower Limit 你In圓那個地方 就是Upper Limit 那講多無謂 試一段題給你看 看 看 好 這條 例題第一題 三角形面積 斜底成哥 隨意都可以 但是用Integration 算不算得到呢 算得到 不妨一起試一下 好了 那Area 等於什麼呢 我們Integration In個Fx 今次很明顯 是二分之一X 那你Fx 你記得用回 什麼叫Fx 那當然 不夠好的原因 我們要寫 Lower Limit和Upper Limit 由哪裏 In到哪裏 由0 去到 下去 看X 不是看Y 好了 由0到6 那面積就是這樣 那當然 我們可以計下去 In個二分之一X 那就時間Y了 演完了 X squared 是不是 是不是 intro X squared 不是 還沒睡醒 二分之一X 演完之後 會變成怎樣 死了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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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0到6 那當然 等於什麼呢 那就是 6的二次方 over4 減0的二次方 over4 那你看到多少 36除4是9 那面積就是9 那對嗎 對啦 Iseco除2就是9 你6成38 18除2就是9 那我再說一次 你只要知道分訊是什麼樣子的話 你用Innovation 保值的面積 無論直線也好 曲線也好 第二題 第二題 你用普通方法 你算完整個面積 但如果你用Integration 就算到面積 那當然 你心裡有個疑問 計這些面積有什麼用呢 有沒有用的 計這些面積 沒有單位 這些 沒有單位 沒有CM 沒有食 只有9 不用寫Unit 那這些面積有什麼用呢 羅家庭 不要打斷我 麻煩 有什麼用 現在問你 計到面積有什麼用呢 知道 知道面積是多少 然後呢 只有C字 可以 是呀 再一次 陳超優勝 面積呢 在physics 代表很多東西 遲些再說 我們也有筆記 專門說這些面積 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 不外乎 都可以計什麼 計total distance 諸如此類的東西 好了 in in 不是 這個in 不知我會變回自己 in exquare 應該也會變回exquare 分母2 繼續都是2 alpha lima 和老闆比招鈔 你不用加Integration constant 你不記 好 然後十數字 e的一次方除二 減 e的負一次方除二 這個就是這個面積 有得化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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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化解嗎 要不要 要 你說呢 你要 有副紙所有 盡量收拾它 這幾碗你說得 e over 2-1 over 2e 當然 你通不通分母 就被我通過 反正又不是難 e square 減 1 over 2e 完了 好 但問題 任何曲線底下的面積都計得到 不過首先呢 現在你看到 所有面積 我們計的所有面積 都是曲線底下 去到哪個位置就停了 去到x軸就停了 底下那些不計的 你底下那些要計就不能計的 知道為甚麼 你底下有多大 我想問一下 再說一次 我們計的面積都有個 都有個 有限度的 叫做 首先你要有個 Lower Limit 和Upper Limit 這兩個一定會有 一個Lower Limit 一個Upper Limit 第二 第二 就是我們面積 理論上 面積到X軸上面 就是剛剛去到X軸 下面那些 面積不到 下面那些 無限那麼大 你怎麼面積呢 所以 去到這個暫時動 但問題 接著就來了 你以為每次的面積都在這裏 可不可以在別的位置 當然 可以 所以今天 你調整其他 古靈靜環面積 面積的面積就完了 不過我告訴你 今天用來用來 多一點 Defined in the globe 定靜環 作用來作用來 都是Integration 所以你做得多會門的 好了 我告訴你這個真的 接下來四個字 會搞完的 你不出來我計時 好 沒問題 第二款 面積 越來越複雜 不過我覺得 再說多一次 你知道這個concept有清晰的話 你都懂得哪些 不過它沒有顏色 你還是自己用這個顏色 如果你想in 例如這個 紫色的面積 在複圖裏面 被兩條曲線包住了 那怎樣in 很簡單 用大減小 in兩次 in了 先看所有面積 in了紫色斜線的面積 先選擇黃色 黃色的面積 接著還未能夠 所以要in兩次 當然 不是in兩次 有些人懶惰 就說 用不需要in兩次 in一次就夠了 知道為什麼 夾好一起in 你inegration 你如果upper name 和law name 你又不一樣 搞不搞得了 搞得了 我們學過的 是的 在上一份北京 我們學過這個東西 所以呢 多數不會分兩次in 多數會fx-gx 接著試一下fx和gx之間 如果你找到一些殖 炎子 然後就在這裡 那你知道也會有面積 當要太多 我講到無謂了 不那麼細就試一下 這次的面積 一定是有些小 小小 一條拋物線 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 要正式夾著那個面積 你懂得好嗎 懂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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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個 你In 任何東西都是要做一件事的 就是Lower Limit 跟Upper Limit 沒有啊 兩個Lumper都沒有啊 可能不知道哪裏 哪裏 哪裏 要計的 要計的 就是要計的 計的 計的 所以怎麼計的呢 這些就是很低的東西 聯合方程 好了 因為兩個都是加點座標來的 所以我們X2就等於負X加2 X2加X-2等於0 X2應該就等於負2或者1 聯合方程之後才可以計的Area 原因就是要Lower Limit和Upper Limit 那麼分順 誰減誰 誰減誰 很快搞亂 誰減誰 大減小的 當然誰叫大誰叫小 其實很複雜的 給我認住誰在上面 哪條線在下面 理論上就應該計得到 計的 這件事 上條線 就是Upper 理論上就是Y等於負X加2 我只需要寫負X加2就夠了 好 上面那條 下面那條線很明顯 POW的線 下面那條線就是X2 當然大減小 記得做減數 跟著再DX 當然 這件事沒得化解 直接IN 變得做 負X3次方over3 減X2次方over2 加2X 1-1 1 當然了 跟著下去 讀機 你說難不難呢 題目不同 難事 公開考試題目到3-4分 應該是 怎樣也有 聯絡方程完之後 至計面積 多數慣例就這樣考 黑眼扔兩條曲線給你 然後圍了面積出來 叫你計 但什麼都不給你 上下下下 要你計 用聯絡方程計 跟著 計完之後 還會做Integration 所以這題目我也是說一句 一條例題都沒有的原因 就是比較簡單 因為 對 那 那 主席就交給你 那 一條例題我都不送的原因 就是 我相信你會計 當然我再一次 你不認識也沒關係 回到家 看我的影片 看了幾次 一定會計 對不對 喂 大陸 可以做我等你計 喂 什麼 不明白的 大量 是area 頂 哦 再一次 你要先回上面那條線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的算式 就是y等於x-2 那我就是寫負x-2 是不是 sorry y等於負x-2 那我寫這塊就OK了 這個就是上面那條線 uppl 好了 下面那條線就是這一條線 下面這一條線 y等x-2 那我就是填x-2 就OK了 然後兩塊東西 做減數 黃色那條線的算式 減藍色那條線的算式 這叫大減數 那數叫上減下 不要大不要小 上面那個 減下面那個 不過理論上 你應該可以計算到面積 最後一次 概念就是這樣 那當然你朋友喜歡大減數 喜歡分開計算 那些同學喜歡 哦 我可以計算這個梯形面積 再計算這個面積 再減 任由你 什麼都好 當然我會教最快的方法 那 喂 但我已經多了一支 你讀機 喂 我不計算你 不計算你 什麼啊 四點 什麼啊 四點什麼啊 四點五啊 四點五啊 我真的不在面積 喂 你有計算嗎 有計算嗎 好了 寫到這個步驟 我再說一次 跟著只有數值答案 看看你 究竟浪不浪費時間 去拿這些分 再說一次 這些題目 那些策機 又策快一點 怎麼策快一點 策快一點 什麼時間多一次啊 咦 你沒有幫人拿筆記啊 喂 為什麼沒有了呢 沒有錢 哦 哦 沒有 你當一下 可以 你不是計算了我們 把電腦印嗎 我還有連性格 那層不買 告訴你 但我自己一的那個 去哪一頓 fel 那層可以去哪層 喂 一會兒可以給你 一會兒 我立刻把電腦印給你 啊 蛤? 我明白了 Master copy在上面 沒有拿下來 太勤困了 所以每天遇到剛剛沒有 多份都沒有告訴你 好了 所以 你可以直接寫送件 回答我 marking scheme 都是這樣 你帶下去 別人都不計分 再說多兩條 不如有問題就不問 沒問題我就衝進去 好 好 繼續去 這些黑人真 兩個面積這樣的玩法 我們怎麼計算呢 這些我看你真是爭力之刑 我游一游 原因 他們有兩條線 一個Y等於FX 一個Y等於FX 一個Y等於GX 一個Y等於GX 你看到他們是 overlap了 一條線是有交叉的 在A1來說 藍色那條線在上面 綠色那條線在下面 但A2相反 綠色那條線在上面 藍色那條線在下面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計算面積的話 你不要偷懶 分開兩部份計 計完A1 再計算A2 這個就合不起來了 告訴你 尤其是為什麼合不起來呢 原因大家的 Lower Limit 和Upper Limit 都不一樣 在A1來說 Lower Limit 是A Upper Limit 對A2來說 Lower Limit Upper Limit 所以不一樣的 那所以呢 你記得這些面積 就不准合起來 怎樣都要分入一塊 那我就有一次 你分不到 哪個上哪個下 的話 我們自己拿去 游一游吧 好 沒問題 我先計完這條線 對 跟著就 休息一下 不然 應該給你計後 那個板 好了 我們還差三頁而已 今天就說完了 好 沒問題 我們先實踐一下 不要說太多廢話了 最後 講完這個 這個你自己看 如果 如果 無端端有些連值 這樣達到X順下面 我們都要IN的話 我們都要用這個concept 上面條線 減下面條線 X順彎於0 所有都是用一計的 不過最後 我再說多一遍 所有連值 依然之後 都應該是 是啊 理論上所有連值 依然之後都應該是 正數的 但當然有例外 後面那條我們一起試一試 可能就是錯了 不是的 我們試一試一條 例子4 不如這樣 你們先試一試 當然 看表演 真的 好了 首先 叫你堅一堂式 那怎麼做 我想問一下 怎麼做 怎麼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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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